民進黨台北市議員 許淑華第三度提案 要求金華城停工 仍遭到秦桧擱置 經過政黨協商後 總算達成共識 議會將要求市府 應考量起訴與否 確保公安疑慮後立即停工 其實從金華城案爆發以來 蔣市府態度一直被質疑 軟趴趴 就連在台志光案 同樣如此 言論坊揭露 北市府在與台志光解除紫約後 針對備源系統 尋找廠商卻沒有將 台志光列入黑名單 在備源系統上面 台志光如果他來投標 他可不可以投標 他現在不是非法定 不可以投標的 所以他可以來投標對不對 是是是 台北市警察局長 李希殼證實 僅用監視器備源系統 招標台志光確實能投標 但言論坊質疑 若是真的由台志光得標 那當初解約 岂不是成了 假解約 讓他在備源系統 沒有列成黑名單 沒有列為拒絕往來戶 讓他仍然還可以來投標 那這個解約有什麼用途 這不是是一個天大的一個笑話嗎 謝謝 對於質疑 講完僅回應 謝謝兩個字 但從今年四月 被市府跟台志光解除紫約後 台志光不只不認帳 還每月發函給市府 說你欠款 另外還要加收 百分之五的利息錢 態度相當囂張 蔣萬安對於財團其實是束手無策 不公不義的事情 應該要有更強烈的手段 來逼迫這個財團就範 所以在這邊還是要奉勸蔣萬安 不要當財團的小弟 一文之一 蔣萬安不夠強硬 面對前仇留下的種種弊案 蔣萬安如果只會說謝謝 就怕囂張財團 騎到市府頭上 三天新聞 秋文言王一的SN小組 台北報導